哈喽,大家好,我是红月里图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美食 部分网友提出做一期这个皮阿子囊的这个教程 今天我们就做一期这个皮阿子囊 首先我们切个皮阿子 这皮阿子把它切成碎粒 我们先切成碎粒 我们先切成碎粒 我先切成碎粒 接着我们在锅中放入少许油,酱皮鸭子 来那个鸡精炒 紧接着我们加入一点紫然粉 继续翻炒 大家记住,我们的皮鸭子一定要炒到金黄 把水分一定要炒干,把它炒到金黄才可以 大家看,炒成这样子就行了,这样金黄就行了 捞出备用 接下来我们开始和面 大家看,这里面我们刚倒点热水 放点发酵粉,放点白糖 意思就是发酵要快点 接下来我们取这样子的面粉 然后倒入一点面粉 接下来我们将刚炒好的这个皮鸭子 这样倒入里头 放凉后倒进去 倒入里头,我们现在开始 开始炒 这样就开始炒面 这样子大家看,我们这个面就炒好了 把这个皮鸭子和这个紫然都摻了以后 浓浓的一股香味 接下来我们把它进行醒发 醒发上一个四十分钟 把它发成这个两倍大就行了 这面粉,大家看就是我们用这种常规面粉 发上两倍大,我们进行烤制 大家看,我们继续用这个锅烤囊 下面用天然气把它加热 加热,一直干烧 烧到一定温度以后我们把这个囊贴上面 面粉 经过一个小时的醒发我们的面 就这样子,我们再把它揉一下 来看 刚才我们揉了一遍,把里面的气泡全部排出去了 现在开始我们把它切成一般的剂子 切出来以后我们开始揉面 接下来我们把这些切成大剂子一会我们揉一下 大家看 接下来我们用手,我们把这个面 把它用手这样子弄成中间薄,两边厚 这种就行了 大家可以看 其实这样更快 大家看 这样就行了 大家看弄成这样的形状就行了 接下来我们用个擦子 均匀的要在这个囊的中间 给它戳好多洞 这个目的有两个 一个是容易熟 第二个是中间的囊不容易鼓起来 变形 我们把它戳成这样子就行了 接下来我们 准备这个 打了个鸡蛋 稍微弄点蛋清 这里面也可以刷油 也可以刷这个蛋清 因为我前期这个视频里面做的烤包子 它是一样的 因为刷这个油的话 它色子特别亮 光滑 特别好看 这个我们把这个蛋液要刷这个中间 不要刷两边 就刷这个中间就行了 刷的中间 然后我们再去掉这个熟的白芝麻 完了以后我们把它撒到中间 大家看 这样子就 农吃这样的程度行了 中间把芝麻撒上 完了以后刷上这个蛋清和蛋黄 完了以后我们现在开始烤 下面我们开始贴 来 完了以后大家看 紧急靠边 一定要贴严实 对 对 这样子就好了 完了以后一定要站点蛋清 大家看 大家看这样子就贴好了 来 我们均匀的在这里头 大家看 粘得非常牢靠 我们十分钟开一次锅 这个 这个快 这个烤制应该是半个小时就好了 大家不需要看 它就金黄了 它就熟了 因为这个不是特别厚 经过半个小时烤制我们看一下 特别金黄了啊 我们现在把它取下来 我们现在把它取下来 大家看 挺胖的 非常硬 经过半个小时的考试 我们这个皮啊子囊 做好了 大家看 色泽金黄 哎 浓浓的一股这个皮啊子和自然味道 哎 非常有 不错 大家看我们把它掰开 你看 大家看哎 这里面发黑的就是这个皮啊子有点焦黑的这个样子 哎 这个吃了有一种特别厚重感啊 里面这个有盐味 有油特别酥啊 碗里口这个喝奶茶 哎 或者是这样子吃非常回味无穷 感谢大家收看我是红月里托 希望大家点赞关注和在评论区进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好吧 我先来看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皮啊子 这个皮啊子 这些皮肤 这皮呢 那个皮肤